一件鬼谷子下山青花瓷冠,横空出世,引得古董界各路人士,清朝出动。 欢迎收听古董局中局四大结局,明眼雷花,作者马伯雍。 我拿起五罐的照片,问木户迦奈这旁边的注解是什么意思? 木户迦奈说,执意过来的话,意思是,引向沉船的关键器物。 不过,这句话暧昧不清,学术界至今还有争论,到底这五个罐子和沉船位置有什么关系呢? 这个答案,我恰好知道,五罐里藏的是五句话,目前我已经得到了三句。 如果全田报告没错的话,那么这五句话很可能是浮宫号沉船的地理信息。 可是,那五句话实在是太难懂了,完全不自人话呀,恐怕是密码或者是暗语之类的吧。 我忽然想起来了,尹银将曾经说过,这些罐子曾经被飞桥灯仙的手段开过一次,然后又补回来了。 难道那一次开启就是在民国二十年的庆丰楼里吗? 可许一诚并不懂飞桥灯仙,当时唯一的传人是耀慎行。 他恰好也在一九三一年从绍兴匆匆北上再未返回。 一个模糊的故事浮现在我的脑海里。 我爷爷许一诚和全田国夫勾结,在庆丰楼夺走楼印帆的五个罐子,请来耀慎行北上开启,然后利用其中坐标与出海寻宝。 这里面还有许多矛盾之处。 首先,我爷爷不可能跟日本人勾结,他一定别有用意。 其次,既然出海,为何还大费周章地把罐子补回去呢? 再次,耀慎行在其中究竟扮演了何方角色? 最后,到底寻宝结果如何? 要知道,我爷爷可是被公开枪决的。 我又把照片翻过去,看到三个简简单单的字,老嘲讽。 笔记和前面注解完全一样,然后还画了一个箭头指向一片东海海域。 这是怎么回事? 老嘲讽为什么会出现在全田报告里啊? 许君? 木户小姐的呼唤把我从混沌的沉思中拽回到现实里。 我抱歉地冲她笑了笑,解释说不好意思,想得有点出神了。 木户家乃叫过服务员来,更换桌布和杯子,好奇地问道。 许君,在想些什么呢? 我不希望对她有什么隐瞒, 于是坦诚地把五贯之事简明恶药地说了一遍, 然后给她看了三句话中的那两句话, 从三顾茅庐中开出来的第三句我没亮出来, 不是我怀疑她, 是当前形势下,一切都必须谨慎。 木户家乃听完故事, 没想到这背后居然隐藏着如此深的密心, 惊叹连连。 不过,她也表示那几句话她完全看不懂。 啊,这样说来, 幸亏我来中国通知许君你了呢, 不然的话, 我们双方都深陷迷雾而不自知。 木户小姐, 接下来我会有个问题, 有些失礼, 希望你不要生气。 我说得特别严肃, 双手撑住桌子, 木户家乃有点惊讶, 不过她微微点了下头, 表示不介意。 这里面有太多巧合了, 让我觉得有些不安。 要知道, 民国二十年后, 中日双方关于福宫号的五冠的记录, 都彻底地被掩埋, 无人提及。 现在这个话题居然在同一时间被两国翻出来, 日本方面找出了三官文书和全天报告, 中国方面老嘲讽对三顾茅庐动手, 并且试图绑架引银架。 这些事几乎同时发生, 不可能是单纯的巧合。 徐军, 你的意思是…… 我徐徐吐了口气, 说出了自己的猜想。 我怀疑, 两边根本就是有勾结的, 所以行动上才会表现出如此惊人的步调一致。 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在御佛投案结束之后, 老嘲讽给我打了个电话, 电话里他说了一句奇怪的话, 问我是否还记得于嘲讽。 当时我还以为他在暗示自己是于嘲讽后人呢, 想找许家子孙报仇。 现在看来不是, 他话里有话, 指的可能是明代浮宫船, 而他之所以自称为老嘲讽, 恐怕是一个寓意深刻的代号, 代表他掌握了于嘲讽所称浮宫号的沉船地点, 至少从全田报告去推断当时如此。 可这里有个矛盾, 如果老嘲讽早知道沉船地点, 他又何必去苦苦追寻那五个罐子呢? 我把这个猜想说出来, 慕护家奈惊讶地捂住了嘴, 有点被吓到了。 他战红了脸, 有些急切地解释说他并不知情, 我赶紧跟他解释, 说我并没有怀疑他。 事实上, 如果没有他这次来中国吊咽, 恐怕我仍被蒙在鼓里毫不知情呢。 慕护家奈有些沮丧地垂下头, 我真的不知道事情会变成这样, 我还以为这是一次普通的学术研讨而已, 很是对不起。 我摆摆手, 表示这事不能怪他, 他一个单纯的日本女孩子, 哪里经历过尔虞我诈的古董江湖啊? 这些匪夷所思的阴谋和手段, 远远超出了他的想象。 可我的心情, 却因此而紧绷。 若单只有日本那边筹办打捞复工号, 成功率不会很高, 但加上老嘲讽的话, 情况就完全不同了, 老嘲讽到底掌握了五罐多少秘密, 我完全不知道。 日本的打捞技术和老嘲讽手里掌握的未知情报, 真的有可能把浮工号给捞出来, 到那时候, 实践柴窑国宝就要流失海外了, 这是绝对不可以接受的结局。 时间陡然变得紧迫起来, 我把视线移到照片上, 慕虎加奈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 哭笑道, 如果可以理解出这几句话的意思, 也许会有什么办法, 可是他太难懂了, 恐怕要到一些大的图书馆查询才行。 他的话在我的脑海里划过一道闪电, 我一下子面露喜色, 站起身来。 诶, 对啊, 你说的对。 不过小姐, 没别的安排的话, 跟我走一趟吧。 啊, 去哪里? 就像你说的, 找图书馆。 图书馆不是真正的图书馆啊, 是一个人。 这家伙在南城倒腾旧书, 号称无所不藏, 你要什么, 他都能给你找出来, 只要价格合适。 当初清明上河图风波中, 全靠他帮忙, 我最终才能得以力挽狂澜, 顺利解决。 说起来, 图书馆还是郑教授接手为我的呢。 我带着木户家那直奔南城, 来到离丰台不远的一个城边村, 这里是一片黑压压的地矮平房, 中间被十几条狭窄的湖图, 从巷子切割成几十块错综复杂的街区, 街上污水纵流, 垃圾满地, 一吹风能掀起一片脏兮兮的灰尘。 木户家那有点不适应这个环境, 只好青醋眉头, 用一块小手帕掩住口鼻, 紧紧地跟着我。 我们一头扎进小胡同, 走过散发着异味的公共厕所, 苍蝇翁翁的垃圾堆和杂乱的发廊, 七转八弯, 在木户家那要昏倒之前, 总算是抵达了一条小胡同的尽头。 这里没什么变化, 两扇秀气斑斑的铁皮大门紧闭着, 上头用粉笔歪歪扭扭地写着门牌号, 院里一棵杨树挺拔而出。 我光光拍了几下门, 门里传了一个不耐烦的声音, 哎呀别敲了别敲了啊, 家里没人。 我扯着脖子喊, 我许愿。 对方沉默片刻, 然后传来嘻嘻嘶嘶的脚步声, 大门打开了半扇, 探出了一个几何图形。 图书馆这个家伙, 脸长得特别标准, 圆脸, 三角眼, 梯形鼻子, 还有两条波浪线的嘴唇呢。 他看到我, 没什么好面色, 劈头就问, 哎, 你把正教授咋了? 我没料的他第一句话 居然是问这个, 一时间不知该怎么回答。 图书馆又说, 他可欠了我好几百块书款呢, 现在玩失踪去了, 我知道, 肯定跟你小子有关。 我苦笑一声, 这该怎么解释啊, 图书馆一见我面露苦笑, 不以为然的摆了摆手, 哎, 你甭跟我诉苦啊, 你今天要不替他还上钱, 我可什么书都找不着啊。 图书馆抬起一条胳膊挡在门边, 做出随时关门的架势, 这家伙除了钱, 从来是六亲不认, 我只好掏出钱包, 先把正教授的书钱给还上。 你说这叫什么事啊, 他都叛逃到老朝凤那儿去了, 我还得替他还账。 图书馆接过那打钱, 往大拇指上吐了口唾沫, 数了起来, 目护加奈挪到我身后, 生怕被他的口水给溅到。 数完了, 他满意地把钱一卷, 塞进腰包, 然后打开门说, 进来吧。 他这个小院的布局, 我怀疑从来都没有变过, 从来都是铺天盖地的旧书, 里三层外三层, 花坛上平板车里窗台边铺天盖地全是书, 也不知道这如果下起雨来, 他怎么收拾。 我来过好几回了, 对这番奇景早就看习惯了, 目护加奈没料到这小院里别有洞天, 有这么许多书, 不由得双目放光, 想俯身去翻, 图书馆瞥了他一眼, 哎, 月兰也是要收费的啊。 目护加奈吓得把手缩了回去,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示意他甭跟这家伙一般见识, 图书馆拎起一摞用麻线捆着的书, 丢到我面前, 给, 这是郑教授订的书, 我吓了一跳, 嘿, 你给我干嘛呀, 我也不知道他失踪去哪儿了呀, 图书馆一瞪眼, 反正你给钱了, 书就得给你, 至于你怎么给他, 那我就不管了, 一直在我这儿搁着, 那我也得收保管费, 那行行行, 好不好, 我无奈地把书接过去, 让目护加奈拿好, 图书馆交割清楚了, 这才看向我, 说吧, 这回你想怎么照顾我生意啊, 哦, 我想找句话, 图书馆一听, 眉头就皱了起来, 原先你就找几本书, 现在更出息了啊, 找画了, 你说我怎么给你找啊, 一本本的翻啊, 我生怕他开出个天价来, 连忙解释说, 是这么着, 凭着一句话, 找相关的书, 不一定严格按照那句话, 只要是类似的感觉就好, 图书馆对这个要求迷惑不解, 要求先看看是什么话, 我给了他一句, 鸡龙开阳用甲锚针六根, 图书馆看着这十个字, 直作牙花子, 看来这玩意儿, 把他也给难住了, 真是够冷屁的, 图书馆闷着头琢磨了一阵, 然后抬头问, 啊, 你的意思是不一定一样, 只要感觉接近就成, 对吧, 啊, 对, 我一点头, 图书馆说这个不太好找, 得多点钱才成, 我说不是刚刚给你钱了吗, 图书馆就说了, 那是郑教授的书钱, 跟这个不是一码事, 哎呀, 面对这个钻钱眼的家伙, 我也只能是无奈地苦笑, 说, 好吧, 图书馆倒是个有信誉的人, 谈好了协议, 立刻说, 你们等会儿啊, 然后就回山进屋, 屋子里传来翻箱倒柜的声音, 那可真是下了力气了, 目护家奈好奇地左顾右盼, 这些都是他的藏书吗, 为什么不好好地保存起来, 哎, 他可不是藏书啊, 他就是二手书贩子, 到处收书来卖, 书籍对他来说就是商品, 哦, 居然还有这样的人, 目护家奈出身学术世家, 书籍对他来说, 无比神圣, 无法想象还有这种做法, 我感叹道, 哼, 其实啊, 不只是书籍, 古董也一样, 有人深爱至极, 为之发痴发狂, 有人却纯荡成是买卖, 皆以价格论断啊, 前者是收藏家, 后者那就是古董贩子, 最讽刺的是, 后者靠着前者才有生财之道, 前者呢, 靠后者才能起到流转之功, 然后, 我又给目护家奈讲了郑教授一下的遭遇, 郑安国就是一个典型的爱物之人, 为了古丸, 连全家老小姓名都不要了, 相比之下, 要来更像是一个生意人, 目护家奈听完这个故事, 感慨万分, 他说, 日本有个差不多的故事, 在江户时代, 有一位画师, 为了描绘出真正恐怖的地狱图景, 不惜把自己最心爱的女儿给烧死了, 画师和郑安国都是一类人, 为了自己心中的美学和痴迷, 世间的亲情根本不重要, 这种到了极致的爱, 到底是好是坏, 已经没法用常理去评判, 古董也罢, 绘画也罢, 他们就像是一面诚实的镜子, 照出每个人心中最真实的贪婪和疯狂, 人见古物, 古物亦可见人。 那么, 郑教授和他父亲一样吗? 木户加奈问道, 如果是原来, 我会立刻回答说不一样, 可是自从在唐王庙看见他的精神状态之后, 我还真有点拿不准了, 郑家那种对一件东西痴迷到极致的基因, 说不定一直潜伏在他体内, 当碰到特定情况时就会爆发出来, 至少在唐王庙时的郑教授, 行为举止, 简直就和邪教徒差不多了, 连要不然都有点受不了。 所以, 我只能苦笑回答不知道。 木户加奈垂下头去, 把注意力放在手里那一摞郑教授的书上, 不知道这样一个人喜欢的是什么书。 反正图书馆还在折腾呢, 等着也是等着, 没别的什么事, 我和木户加奈就凑过去, 看郑教授在发疯前到底是在找什么书。 这一摞书大概是十来本, 后报不等, 大多是古代典籍的影印本, 有毛元义的五倍志, 李淳峰的乙四瞻, 还有王熙明的步天歌, 南淮人的灵台一项志, 甚至还有一本康有为的朱天讲, 似乎和天文相关的比较多。 我还真不知道, 郑教授对天文学还有这么浓厚的兴趣, 有三分之二都是古代天文历法专注。 木户加奈忽然指着其中一本书, 这本书看起来和其他的书有些不协调。 我凑近一看, 木户加奈的手指划过毛元乙的五倍志书籍上, 这本书我知道, 毛元乙是明末一位学者, 写好军事, 对大明日渐废驰的五倍痛心疾首, 于是把历代军事资料合集成了一本书, 启名五倍志, 希望能为朝廷所用, 重振兵威。 当然, 我只是知道个书名, 没看过, 所以不知道这本书哪里不协调。 木户加奈盯着书籍的名字, 微微有些困惑, 五倍志在日本的名声也不小, 宽文年间, 已经被一个叫虚元乌茂兵威的人, 译成日文, 广为流传。 我曾经看过相关研究论文, 所以有印象, 我记得五倍志是一部非常厚的书, 一共有两百多卷, 汉字的字数有两百多万, 且还配了七百多张图, 怎么可能只有这么薄的一本? 经他这么一提醒, 我也反应过来了, 五倍志不是一本原创书籍, 而是资料汇编, 里面广泛收录了古代的许多军事资料, 从兵法、战力到行军射营、战火器、装备、 地理形式天文状况, 一应俱全, 几乎可以称为是军事百科全书, 眼前这一本可实在是太薄了点, 也许只是其中的一个分测吧, 我漫不经心地回答他, 然后又看向屋子里, 图书馆还在那折腾呢, 看来一时半会儿是不会有结果了, 木户家内却有一股认真劲, 他蹲下身子, 双手拢住捆书的绳结, 问可以拆开吗? 我说,拆吧, 郑教授肯定不会追究的, 木户家内便小心翼翼地把绳子解开, 担开上面的书, 把那一侧五倍质拿出来, 他先看封面, 不由得嗷了一声, 这是商务印书馆在五六年出版的, 封面非常朴素, 只写着书名和作者,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粘度分册, 他翻开序言, 朗读给我听, 原来瞻是瞻星, 度是度粮, 五倍智里专门编了一卷, 瞻度部, 讲天文星辰和山川形式的, 这就对了, 郑教授定的这一摞书, 都是天文学相关的, 于是五倍智里的瞻度分册, 也被单独给抽了出来, 归在了一堆里头, 木户家内对我说, 古人天文和航海息息相关, 郑教授搜集这些资料, 也许和浮宫船有密切联系呢, 然后他捧起书, 认真地读了起来, 我想反正也是等着左右无视, 于是也随手拿起康有为的朱天奖闲翻, 我们两个埋头翻书, 图书馆在屋子里继续翻它, 一时之间, 整个小院里特别安静, 只有书页翻动的花花声, 我坐在花坛上背靠大树, 眼睛不由地眯了起来, 这感觉就像是回到了当年中学图书馆前的草坪, 小风吹过绿叶沙沙作响, 书页散发着油墨的香味, 诶, 徐军, 你快来看, 木户加奈的声音打断了我的遐想, 我把书盒上赶紧凑过去, 他整个人都很激动, 声音也在微微发颤, 他的手指指向了五倍质摊开的一叶, 木户加奈的手指向了五倍质摊开的一叶, 这是一张图, 正中是一条明代夫船, 船正上方画着北斗七星, 四周都写满了字, 船右侧写的是东北支女星十一指萍水, 下方是南门双星平十五指萍水, 还有灯笼谷星正十四指萍水, 左侧写的是西北布斯星四指萍水, 上方是北辰星正八指萍水, 一共五句, 在最右侧还有一排文字, 标题是西兰山回苏门达腊过阳千星图, 听这个标题, 似乎说的是从西兰山到苏门达腊的路线, 可图上并没有路线, 真正让我在意的, 是这周围写的文字, 虽然他们和我掌握的三句话文字不一样, 但格式和行文风格非常接近, 尤其是结尾, 都是某某纸萍水云云。 你看的是哪一部分啊? 我呼吸不由粗重起来, 目护加奈朝前翻动起, 然后说, 这是一系列地图, 统称叫做自保船厂开船, 从龙江关出水, 直抵外国珠帆图, 据说是正和下夕阳时留下来的珍贵航海资料。 我前后翻了一下, 类似这样的图还有何几张? 词语风格如出一辙。 终于找到那几句怪话的根儿了, 什么萍水啊, 极纸啊之类的, 大概是某种航海术语, 可有一个根本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 那几句话如果是指示方位的, 那么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追问道, 有没有什么路线图之类的? 目护加奈翻动树叶, 里面有一个折叠的长幅, 展开来看是一个地图长卷, 从地势和地名看, 应该是从南京到东南亚的水路航线图, 上面有密密麻麻的标语, 沿途标了十几条航线, 和一百个地名, 航道走向, 水尘, 洋流, 礁石和天文方位, 全都标得一清二楚, 极为详尽, 简直不敢相信, 古人的航海技术已经精密到这种程度, 地图上的文字细如文银, 我没任何航海基础, 看了没多久, 便头晕眼花, 赶紧闭上眼睛, 放弃了寻找线索的打算, 这事呢, 还真得靠专业人士来干才行, 过了好一阵, 图书馆从屋子里出来了, 一头的灰尘, 气喘吁吁地说, 没找着你们想要的, 今天不成了, 你们回去吧, 打饼我慢慢翻, 不必了, 我们已经找到了, 我抬起头来, 把五倍质递给他, 图书馆愣了一下, 接过书快速翻了几页, 狠狠地拍了一下大腿, 哎呀, 对呀, 我早该想到这本上面有啊, 怎么就给忘了呢, 他眼神突然一灵, 严肃地对我说, 就算是你们自己找的, 这钱也得付一半啊, 我没功劳有苦劳, 我扑斥一声乐了, 我认识的人里, 也只有图书馆能厚颜无耻地说出这样的话来, 我笑着说, 好好好, 我呢, 付给你一半的辛苦费, 不过啊, 你得帮我们认认, 这是什么来路, 图书馆没有回答, 右手的拇指和食指飞快搓动, 我文贤哥之雅义, 赶紧递过前去, 他接过钱, 大嘴一脸, 拍着五倍之的书皮说, 哎呀, 这, 郑和, 七次下西洋的事, 你们都知道吧, 那是多牛的一次航海壮举啊, 这后来到了成化年间, 皇帝希望再搞一次下西洋的壮举, 郑和不是太监吗, 所以这事呢, 又交给太监们去办了, 你们也知道啊, 明朝太监没几个好东西啊, 有一位叫刘大夏的官员, 担心燕党因此事大, 后患无穷了, 居然将郑和积攒下来的资料档案复制一具, 从此之后啊, 这七跨重阳的第一手资料, 就只剩下五倍智力残留的这么几页地图了, 别的什么都没留下, 中国大大以后啊, 就再没有什么辉煌的航海记录了, 这技术也从此失传了, 那你看看这张图是什么意思, 我翻到了西兰山回苏门达腊过阳千兴图那页, 图书馆琢磨了一下, 难得的表示了一下谦虚, 这事我不是特别了解, 只能简单说说啊, 那么比如说吧, 你现在要去天安门看升旗, 不知道怎么走, 来问我, 我呢就告诉你, 什么时候看见一座城门楼子啊, 对面是个纪念碑, 纪念碑两旁呢, 是国博和人民大会堂, 那时候就到了, 城门楼子, 纪念碑, 国博, 还有大会堂, 这就是四个定位坐标, 你只要瞅见这四样东西, 就肯定是在天安门广场了, 他说的唾沫星子横飞啊, 他接着说, 你说啊, 这个图啊, 它不是航线图啊, 而是坐标图, 你看到图边那五句话没有啊, 那是五个坐标, 代表了五处星辰, 这古人航海啊, 没法像现在这样靠卫星定位, 是吧, 也不具备这个经纬度的概念, 这大海茫茫的, 没有山川树木可以定位, 唯一能依靠的, 那就是头顶的星空啊, 这古人先在西兰和苏门达拉之间的水域, 测量这五处星辰的夹角, 以后再走这条航线的时候, 只要随时测量这五处星辰的夹角, 再跟记录对照, 立刻就能判断出自己和坐标之间, 到底偏差出去多少, 所以啊, 这过阳千星图, 不是航线图, 而是坐标图, 哦, 那这个多少纸, 什么什么瓶, 什么水, 到底是啥意思啊, 哦, 这是中国古代的一种航海导航技术, 叫做千星术, 说到这儿, 他忽然不吭声了, 我等了半天觉得纳闷, 催促他快说, 图书馆双手一摊, 说完了, 不是, 您还没解释呢, 剩下的我不知道了, 图书馆坦然回答, 我一口老血喷出来, 不知道, 嘿, 不知道您干嘛说那么热闹啊, 图书馆也来起了, 哎呀, 你还真当我是无所不知啊, 我就是一书贩子啊, 能学贯中西到这份上, 已经不容易了, 这玩意儿很冷门, 这理论又很艰深, 不是专门研究这个的人, 根本搞不明白是咋回事, 那你知道谁懂吗, 不知道, 图书馆气呼呼地把我们赶出门去, 喷的一声, 把铁门给关上了, 我和目护家奈相顾苦笑, 只好先离开这, 不过这趟总算是没有白来, 既得到了一个好消息, 也得到了一个坏消息, 这好消息是啊, 我终于搞清楚了, 武冠和浮工船之间的联系, 那五句话原来是千兴术的坐标, 从此调查有了方向, 坏消息呢, 是郑教授来借这些书, 说明老嘲讽早就知道 武冠是浮工船的沉默坐标了, 他比我要斩得先机, 目护家奈说, 哎呀, 这可怎么办呢, 嗯, 哎, 我想到一个人, 他应该可以帮到我, 我脑海里浮现出了一个人的影子, 我们脱离了那片混乱的区域, 就近找了一个能打长途的公用电话, 拨通了上海复旦大学的研究生宿舍楼, 要让戴海燕听电话, 她生活作息很规律, 一般在这个时间都在宿舍里看书, 戴海燕是我最钦佩的女性之一, 她拥有犀利无比的洞察力和缜密的逻辑思维, 永远不会被情绪所左右, 天下所有的事情, 她都可以刨钉解牛一样的分剖解析, 里的一清二楚, 那个李克生的大脑, 简直可以碾压大部分文科生, 我跟她是在清明上河图事件期间认识的, 多亏了她在考剧方面的帮助, 我才能最终翻盘, 事件结束之后, 我还顾不上给她打电话致谢呢, 像千兴术这种深奥的李克学问, 我想不出有谁比她更适合解决了, 电话那边很快传来戴海燕清冷的声音, 嗨,海燕啊, 我是许愿, 清明上河图的事, 我还一直没顾上谢, 说正题, 她毫不客气地就截断了我的寒暄, 于是我在电话里, 把五冠和浮宫号的事大概讲了一下, 略掉了许多部分, 不是我故意要骗她, 我知道她对江湖恩怨, 人情事故之类的话题不感兴趣, 只说技术层面的东西就好了, 你的意思是, 希望我来搞清楚这千兴术的原理, 并换算成现代经纬度标记, 确定浮宫号沉船的位置, 我一拍巴掌, 她总结得太清楚了, 就是这么个需求, 那么这件事对我来说有什么好处啊? 我哑了, 一瞬间以为自己拨错了电话给图书馆呢, 戴海燕, 高傲自金, 咱们也开始谈起童秀来了, 海燕, 你是要, 起钱? 雪, 如果要以金钱价值来换取我的脑力, 你根本付不起, 我的要求是, 如果你们要出海的话, 我必须随行, 我没想到她提出这么个要求, 颇觉得意外, 不是, 你干嘛要亲自出海啊, 怎么, 大学没事了, 这个与你无关, 我觉得有些奇怪, 不过时间紧迫, 我便随口先答应下来, 戴海燕说她需要先去调查, 让我二十三个小时之后再打回来, 我问她干嘛不说二十四个小时啊, 结果她的回答是, 不需要, 二十三个小时就足够了, 我放下电话, 心里头踏实了不少, 这个技术难题甩给了专业人士, 我可以腾出精力做别的事了, 目护家奈一直在旁边耐心地等待着, 今天多亏了她的敏锐, 才能从五倍智力翻出重要线索, 若不是她专程从日本送来这么贵重的情报, 我还被蒙在鼓里呢, 怎么感谢人家都不为过, 我说要不要去我那小店坐一会儿, 她还挺高兴, 立刻就答应了, 这说起来, 我的四回斋好久都没开张了, 也该回去看看了, 我一进胡同, 街法王大妈就迎面走过来, 一看是我, 赶紧挥手把我叫过去, 还没开口呢, 她事先越过我的肩膀, 看到了后面跟着的目护家奈, 眼神立刻变了, 大妈一把抓住我的胳膊, 拽了一旁小声问, 这姑娘谁啊, 我回答说, 这是我日本来的朋友, 过来坐坐, 王大妈一听是日本人, 不由得嗷了一声, 说, 你小子可得注意点啊, 别惹出国际纷争来, 我有点莫名其妙, 这有什么国际纷争的, 王大妈却含含糊糊的不明说, 一转身走了, 我和目护家奈拐过街角, 我看到一个高挑倩影, 正站在四回斋的门前, 炎炎, 我大吹一惊啊, 一听到我的呼唤, 那倩影转过脸来, 果然是黄炎炎, 不过, 她看上去可比从前要憔悴多了, 脸色有些苍白, 全国凹陷, 眼角甚至多了几道淡淡的皱纹, 她前段时间一直在香港照顾黄客武, 没日没夜的, 也真是够辛苦的, 燕燕居然回北京了, 我惊喜万分, 快走了几步, 燕燕看到是我, 也露出了笑意, 可她的视线扫到了目护家奈, 身形却僵了一僵, 我的冷汗刷了一下就下来了, 这种状况可真是太尴尬了, 如果人生是一部小说的话, 那我这个作者最不擅长的, 就是严情戏, 结果还被我赶上了最头疼最经典的场景, 如果有可能的话, 我宁可去面对戏柳营和鬼谷子的联手搏杀, 幕护小姐倒是波澜不惊, 起身向燕燕居了一躬, 说, 何久不见了, 黄小姐, 黄燕燕狐疑地看着我, 又看了看幕护家奈, 礼貌地点了下头, 算是回应了, 燕燕, 我, 我上前一步抓住她的手, 想解释一下, 话没说完呢, 燕燕先沉声说道, 许燕, 现在有空吗? 她居然没纠缠这件事, 我心中鲜事一松, 可再看燕燕的眼神, 却带着几丝胶灼, 说明她心里有大事, 大到已经顾不得吃飞醋了, 一股不祥的预感浮现出来, 不会是黄克武出什么事了吧, 老爷子心脏一直不算太好, 也许听说刘一鸣去世受了刺激, 所以燕燕才会突然返回呗, 黄燕燕伸出巴掌, 猛拍了我后脑勺一下, 胡思乱想什么呢? 我摸摸脑袋, 问, 那到底是啥事啊? 我爷爷回来了, 想见见你, 我松了一口气, 总算不是换消息, 五脉的老人凋零的太多了, 可不能承受再一次的打击, 老爷子在哪儿? 301医院, 燕燕解释说, 他虽然身体恢复了, 可还是有点隐患, 回来以后, 直接住进医院观察一段时间, 站在一旁的幕户家那说, 既然许军有事的话, 那么我就不打扰了, 我在北京会待上一段时间, 如果有需要, 我跟日本方面联络的话, 随时可以来找我。 我也鞠躬致谢, 黄燕燕虽然想问到底是什么事, 可终究还是忍住了。 我们坐上车, 朝医院赶去, 我看着燕燕疲惫的侧影, 忍不住去撩她的恶发。 燕燕, 这段时间真是辛苦你了。 她有点受惊地躲闪了一下, 似乎已经不太习惯这种亲热的动作, 我只好把手收回来。 还好, 比心里来还算是安逸。 她回答我说, 看来我的事儿她也略有耳闻。 我把最近一段时间的经历慢慢地讲给她听, 她一直没发表评论, 只是沉默地听着。 我讲到在词咬里的事情时, 她紧张地抓住了我的手, 然后很快又放开了。 不知为何, 我总觉得燕燕有点变了, 对我有微微的抗拒感, 不是那种厌恶或者是嫌弃, 更像是躲避。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太久没见面导致的有些生疏, 我顺口把刚才和幕户加奈去找图书馆的事儿也说了, 不露痕迹地做了一下澄清。 黄燕燕不知可否, 她的心思似乎根本不在这儿, 我于是不敢再说了, 再说反而显得作贼心虚。 要不是那家伙, 根本配不上高兴姐。 燕燕忽然眉头眉尾地说了这么一句话, 哦, 燕燕, 原来你也认识高兴啊? 当然认识了, 高兴姐可是我的闺蜜, 我早跟她说过了, 要不是她性格太阴沉了, 要不然又太轻调, 她们两个都不适合高兴姐。 我差点没被口水噎死, 要不然还和高兴谈过恋爱啊, 不是, 没有, 要不是跟她分手出国之后, 要不然不知哪根嫌搭错了, 非要追高兴, 高兴姐说, 他们俩年纪相差太大, 结果要不然说不介意, 高兴姐被逼急了, 说她介意, 要不然这才性性作罢。 燕燕说, 要不然宣布公开追求高兴姐那段时间, 跟打了鸡血似的, 见天的就往高兴姐那儿跑, 一宿一宿不回家, 除了喝酒抽烟就是唱歌, 累了倒头就睡, 日子过得无比颓废, 高兴那么不吝的一个人, 最后都看不下去了, 通知药家, 把这个要不然给接了回去, 后来被药来狠狠地训斥了一顿, 这才收敛。 没料到那小子还有这么一段荒唐的罗曼石啊, 我心里和和一乐, 说起别人的八卦, 车里的气氛就缓和多了。 我们驱车抵达301医院, 进到有武警把守的特护病房, 穿着病号服的老人, 正在病房里缓缓地打拳, 他本来是练行艺的, 现在却换成了太极。 一见我们来了, 老人立刻收招, 黄克武可比我原来看见的时候精神差多了, 脸上满是老人般, 褶皱大了下来, 眼神里那股糊糊生风的劲头还在, 可是整个人明显发虚。 许愿啊, 你来了。 黄克武说话低沉, 中气不足, 他示意我坐下, 然后自己靠到了床上去。 略有点喘。 真是老了啊, 稍微动动筋骨就不成了, 可从前, 我可会面不改色的。 黄克武自嘲地说, 黄奄奄赶紧过去, 给他轻轻捶背。 我注意到, 在病床边的小棍上, 搁着一个小水鱼, 那是苏姐送给他的, 里面含有他们两个人孩子的骨灰。 当初在香港, 黄克武就是被这个小玩意儿生生刺激到的。 这个小玩意儿居然还在啊, 至少说明, 黄克武已经从阴影里走出来了。 他注意到我的视线, 略得尴尬地用指头一敲水鱼。 我的日子也不多了, 趁现在都陪陪他, 不然以后到了底下, 彼此都不认识, 就不好了。 这话说的意气尽消, 满是颓葬, 老人的生存意志正在消退, 这个真得警惕。 燕燕一听这话, 恼怒地掐了一下黄克武, 说, 爷爷, 你别胡说。 黄克武却拍拍他的手, 老伙伴们一个一个都走了, 我一个人还苟活于此, 也乖寂寞的。 要不是有些事情未了, 我早就下去了, 我正想该怎么劝劝他呢, 一听最后这句话, 心中不由地一领, 黄克武示意奄奄出去, 然后让我把门关上。